其實如果在漫長加班的時候 不幸見到那雙鬼異波鞋的人 並不知是你一個人 白色波鞋 中五畢業之後 曾有一段不長的時期 在打金舖工作 這個行業並補給 是通過朋友介紹 而進去做打金學徒 那時接近農曆新年 訂單比較多 導致經常要開OT趕夜工 那一晚大概是8點多左右 我被派到樓下的炸飾部 為一批金鍊進行上色的工作 今年經過大火嘴燒透之後 就將已燒到暗紅的金鍊 浸入旺強水光裡面進行調色 忽然隱約感覺到一樓有人 於是我就抬高頭看看 以下我見到樓梯口的轉角位 有一雙白色波鞋 由於角度的問題 我只看到波鞋 及小許腹腳的部位 奇怪的是 在公司裡面的員工 都是穿拖鞋上班的 而且那雙有勾牌的波鞋 以當時我們這些 才幾百元月薪的打工仔來說 是絕對買不起的 即使買了都不會穿上班 畢竟混在這行 會經常接觸到化學藥品 不小心滴了一滴香水 說不定一雙名貴波鞋 就這樣毀了 我好奇之下 我探頭去看看那個人 只見穿白色波鞋的人 走上二樓了 對這件事 我都不以為然 直接有一次 和朋友聊天的時候 才感到毛骨悚然 那次和朋友閒聊 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同時 就是去介紹我做這份工作 他講起我還沒入公司之前的行政狀況 也看公司的三個合作夥伴兼老闆 但是一直以來 我只見過兩個老闆 另一個叫Peter的 我從來都沒見過 原來Peter在我進來之前的一年 因為一次的車禍而去世了 他生前在公司是負責外交 所以衣著會比較體面 裝束上 總是衣服 白西褲 配搭白波鞋 公司裡面 也只有他一個人 是穿歐牌的波鞋的 聽說 不只我一個人 會在晚上的時候 在樓梯後 見到那隊 白色的波鞋 好了 今集的故事 雖然有點短 大人都算得上是精品 那我們下集再見 Bye